马来西亚人热爱和平,强望自由,崇尚民主,捍卫人权,爱护环境。 今天你们走出来,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政治诉求不会减退人民对和平的热爱,也不会减退人民对环境的关注。 人民要量限制,是为了世界的民主的真谛,人民走上街头,是为了验证自由的存在。 我们相信,示威机会是公民的权利,我们相信,皇家政杂将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专业的维护事实,保护集会者和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的真正。 你们走出来,向世人展示,要求改变的坚重信念和不屈不甘的斗争精神。 在汉影平均引人权的作业时刻,相信你们会以后照顾和爱护周围的关注设施、环境。 相信你们会手足相助,让每位集会者都感受到友善、守栩、与清洁的环境。 同胞们,唱起歌,喊起口号,举起你的标语,向前走。 Merdica,Merdica,Merdica,您正在搜索的海西洋流言网络电台,榴莲M.com,我是威尔。 榴莲当头自由高照,听榴莲台,请言论自由,我是蔡依林,人民共振党全国妇女主中委。 好,榴莲当头自由高照,我们又回到这个节目现场了。 你看,就在明年开大会的这个时候,那个电视新闻报道就出现这个首相出去活动的一个演讲的片段。 首相就说了,他说任何事情都应该心平气和的做下来谈论,人民有事没事,你就跑出来示威,集会,只会破坏国家的这个形象, 制造骚乱,让外国人对马来西亚却步,影响国家的这个经济。 刚刚我们不是就不就是心平气和的在讨论这些事情吗? 他们也在那边集会,也心平气和呀。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就逐渐逐渐的呢,就跟首相越来越磨合了。 是吧? 就越来越磨合了,就越来越这个心平气和了。 人家首相也自己也越来越心平气和了。 对,就是你看首相,那集就比马来西亚就心平气和许多。 那比这个什么这个其他的人呢,也先相对而言呢,比副首相甚至也更加这个心平气和了。 对了。 对吧? 嗯,所以这个,我们一个,也是我们的流言帮的这个Mary Young啊,美玲,她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啊。 她说,这个人潮有一百万吗? 当然没有。 在今天我们所收集的情况来看,还是没有到一百万人。 就根据刚才蔡川所提到的,有大概估计有十二万。 而根据警方宣布的这个消息呢,他们的在他们推特上面所公布的这个数据。 管内的人数估计有大概八万,而外面呢,可能还有数万人。 所以即使这个数万人加起来了,应该也是十多万。 十多万。 不过,我本人倒有问一个问题了,就是,其实这个人数一百万,十多万人出息,难道就不代表什么人民的声音吗? 不是不代表人民的声音,但是它是有差距的。 这个人数还是代表这个民意的大小,这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 但是我们讲这个所谓的人民的行声,这个领袖们是应该去仔细的聆听的。 我不是说,只要是人民的声音的话,不管是什么,你都是全数照收,是吧? 那也不是一个作为领袖的这个风范,对吧? 那么你应该做一个领袖的话,你应该先聆听,聆听完了之后呢,你要回应,这是必要的。 那不管是少数的群体,还是一个多数的群体,你都应该做到聆听,然后去回应。 那要不然你做领袖干什么,你就不要做这个领袖的位置上。 所以我就觉得说,不管是这个集会的人数有多或少,其实你不能以出席的人数做一个标准啊,那可能搞不好,今天你看国外好多朋友都没办法来啊。 那要达到一百万,这个数据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因为有些,就比如说,就像我们两位了,我们怎么去那边出席啊? 我们现在为了要做这个节目。 对,而且我们同样的,其实我们就等同出席了这个盛会啊,对不对? 所以我们身边有好多朋友,其实也是这个状况,我是觉得说,可能因为某些因素,今天没法出席。 他可能不能来,不代表他不愿意。 对,对,就是这个状况。 那我们看这个,新闻通信以文化部长来西亚丁啊,他说,政府呢,允许反对党在莫德加特一场举行112人民崛起大集会, 显示了由首相那几所领导的政府呢,对反对党的包容。 而且他也说了,啊,若要这个通过民主的程序来夺取政权呢,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啊。 第一呢,就是包括了有管理国家的这个能力,维护人民的权益和治国的经验,这三个条件。 那他是看不到明年有这些特点,我觉得他是一个草包。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他甚至于民主是什么东西,他还没闹清楚。 就是说,你定了这个条件,你不觉得好笑吗? 就是有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是你说的吗? 这个能不能维护人民的权益也是你说的吗? 有没有治国的经验也是你说的吗? 所以他非常非常好笑的这个本末倒置的这个情况,他完全就是,呃,藐视这个人民的这种判断的能力。 对,他觉得说人民没这个能力。 没这个能力来判断,对吧? 就是他的办断才是这个正确的判断。 那还叫民主吗? 如果是个人的判断,而不是人交由人民手上去投的话。 所以我就觉得,你首先是一个错误,你应该是说,如果你要夺权就来吧,你就夺吧。 如果,如果你觉得,如果人民觉得说,我这一届政府做的不好,那就请下一届政府来做吧。 本来就应该采取这种开放态度了。 如果我本身就是有这个实力,我可能确定我的人民都爱戴我的话,那我还怕什么人家夺权啊? 对不对,如果是一个民主社会,因为投票权全部都在我们的人民手上啊。 如果你之前都已经问心无愧,能够为人民带来很多的好处,很多的利益,那他还担心什么? 对,对吧? 对,所以你看,就是在今天,我们现在首先看到,就是由这个光华日报给出了一个鸟看的这个照片。 你看,我们知道,有一些的这个场景,我们一般的这个小媒体是很难抓到的。 但是呢,他们就可以比如说,派出足够多的记者,从远近离,从高高宫,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啊,去去拍摄这个美德卡体育场的这个场景。 不过这张照片,我的看法是说还没有到最热的情况下拍出来,不过已经是人头汹涌了。 可是我看到的这个鸟看的照片,其实是已经很多人了。 嗯,好了,我们线上有这个流言台的DJ,阿龙,哈喽,阿龙,哈喽,阿龙,你好,阿龙,辛苦了,阿龙,辛苦了,你还支撑得住吗?脚没有软吗? 脚不会软,还硬的啊,哎呀,全身都很硬啊,还没有出,还没有出,还没有出,啊,失业不早了,出了,菜山已经出了,你知道吗,所以菜山,菜山再往远处走,你还没有出, 所以你还硬着,我还没有走出警察,怎么样,现场怎么样,说说现场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情况很热闹很多人哦,还有现在是好像某位一个领袖在演讲,刚才是之前是林冠英刚讲完罢了, 嗯,林冠英有什么,有什么话是特别特殊的,这个你,你转,转到一下 因为我是早是刚才听到他讲,他有影射,讲说我们的理由部长,就是说他讲说,在巴克战里面的全部的议员里面没有像有些人有外国的,啊,这样的意思啊, 他有特别,其实影射在黄妍妍哦,嗯,他也有影射到那个猜疾里面,讲说一个有丑闻的人,啊,当个领袖,啊,是,是马来西亚的,啊,是,是马来西亚的,啊,是风采的那种新闻,啊,他有这样讲的东西,只是在那边说,又讲说是马来,马来西亚人不一定是要由华人来管华人,由马来人来管华人,马来人的前期,或者是一般人管,一般人,或者是,刚刚其实是,不管你是什么出行,你都可以管全他的人,嗯, 他有这样的强调的议论哦,他说这个论点的时候,获得现场观众的什么样的反应,啊,有,有,学生的现场人呢,就是鼓掌,他还是一直强调,一直强调就是说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这样的一种的论题,嗯,嗯,你,你,你怎么看林冠英的谈话,啊,我看法是,刚刚刚我点出了几样东西,我认为在这样的场合不需要去再做其他人生的攻击啊,嗯,只要你要强调你的信息带出来就给我们,我认为是已经出够了的,嗯, 但是他也把这些东西是攻击他,他人正当的那种个人的一个,一个的丑闻,来自己强调,所以我认为不大恰当啊,嗯,这个是我,纯粹我个人的自己的一个,一个感觉啊,是,嗯,别的人喜欢我就不懂啊,哈哈,那,那这个,刚才这个安比加谈话的时候,你有听到吗,我没有什么注意到听,因为我们在后面,我站在很后面,嗯,很后面,因为一般上他们在演讲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吹那种喇叭也听到,我一直在跟翁一封, 翁一封在谈天,嗯,也不是很正常的菜味,哈哈哈,甚至,嗯,在演讲的时候才赚心听,嗯,那翁一封有没有,有没有在你的身边,啊,有啊,翁一封在我身边跟低敏,啊,低敏一封都在一起啊,好,不要紧,我先跟你谈完,我就再跟他们两个谈,好吗,啊,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呃,你在现场你看到的,我们问了很多人啊,都说,啊,这一次啊,这个马来人占了这个绝大多数跟428709的情况呢,有点不一样,特别是跟428的 没错啊,那你怎么看这今天的这一场这个集会,呃,我是马来人多是肯定的嘛,嗯,但是华人也不算少嘛,也蛮多一下嘛,嗯,我刚才我在跟翁一封讲,我只不感觉到,英诸人比较少罢了,英语看到很少,嗯,嗯,嗯, 因为我看见到没有到几巴仙了,嗯,可是之前就,之前就有,我们也访问了,泰山还有访问了好几位我们的嘉宾啦,他们也,他们,他们有说到一个点就是,他们觉得还挺,就是,啊,惊讶的,这一次呢,有很多马来人,换句话说,之前的那个,那些机会呢,马来人出现的不多,那这次反正,那不可能,哪,哪一次马来人出现不多的,是你出现的不多吧,是我出现的不多,可是他们有这种感觉,就是比较多, 刚才我们是,OK,我们是从苏丹街走过来的时候,康玉凤第一次参加的时候,阿环还跟我一直讲说,华人好像很多,华人很多,我想说,未必的,当你走入这个体育馆的时候,体育场里面的时候,肯定你会看到马来人是会比较多,因为这个苏丹街是华人的零距离在这一边,所以你走进去的时候,会看到华人比较多,啊,啊,刚才我们开始就说,苏丹街是烟通聚集的地方,对,集合的地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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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到,因为走的时候,你会看到这华人比较多,嗯,但是进场的时候, 它多出还是以马来人,肯定的嘛,人头这样多,如果马来人的人数还少,那人还像样嘛,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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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不过,不过,如果多人多,就是不好的坚强了,嗯,那不过,这个蔡,蔡川提出来,她说,呃,这一次的比较平静,也比较平淡,对,啊,就是没有,没有Saba当初的,这样,这样的激情,对吧,你怎么觉得,因为是没有那种风鸡, 大家都是很好像冰胎 我觉得缺少这个水炮车跟这个吃味蛋是吧 对对对没有那种水炮没有那种东西 但是我相信最有关上去来讲 已经打算了人 打算了目的要这种东西吧 是是 对不对这种东西 因为他要了整个体育场里面 体育馆里面坐满的人 草场里面也是有一些 大很多的人数在那边 我相信最后来讲是一种鼓舞来了的 我刚看到我相信脚软了 不是我软你知道吗 是他们脚软了 你一直应 那你觉得这一次的集会对你来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接下来这所谓的影响 会吗 我们站出来是代表一个点 是要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存在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讲说那种剧情 总的好像比较有系列性的 就我认为我比较印象参加还是709 还是709 709 那一个是人数不少 你会提琴调弹 但是人数多的时候你就装弹了 那种情况就感觉不一样 是 其实其实这么说吧 今天警察能够这个平和的 就是为你们维持秩序 都是因为你们在709 在428 走出来的这个结果 奋斗的结果 对吧 对对 但是我我我这次反正我没有看到说 警察在维持整个秩序 反而是那个回教党的穿红衣的 Unit Ammar 那些在维持哦 嗯 Unit Ammar 对也不错 刚好我们也有谈到 就是自驾就是在谈的时候问 Bakatan里面哪一个最有激励 比较会有主事性的 我们也是在讲说是 给我们直接感觉就是 回教伊斯兰党里面 在这个方面是真的是很强 它可以动用这个它的原 动用它的整个党原里面 Unit Ammar这些在维持的东西 反而你在行众里面 我们还看不到 或者是在其他里面可以动用到这样的一种的 维持持续在一方面 所以就是给人家感觉到不一样 在三党里面 大家还是强调说伊斯兰党 这一点让我们看到 真的是 在华人社会里面 可能大家会看到 它整个主事性的一个的架构吧 嗯 没错 是 好 那这个 这个网络上就就流传 之前有一个一个短信 说这个有所有的集会者啊 可以到这个公正党那里去领 一百五十令吉 啊 后来这个阿布萨曼是不是有在这个会上 谈到这个事情呢 我就不注意啊 这个我就没注意 听到 没有注意是吧 啊 这是流 我们是看到是人家消息留言 那开始我们 我们也听说 刚才我忘记是谁在现场里面 他讲 呃 这个伊斯兰党已经在里面开始捐钱了 是吗 有人 有人要捐钱 是吗 郁华说了 啊 郁华说的是吗 OK 好 呃 那我们可以跟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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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凤 啊 聊一下吗 OK OK 嗯 嗯 哈喽 一凤 啊 辛苦了 我人家 人家最远的是从这个 M-Core走过来 你是从这个新山走过来的吧 哈哈哈哈 我是从新山走过来的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新山 不是新山走过来的 新山应该要从前天开始走 啊 没有没有 应该是两个星期间开始走 走过来 好 OK 呃 你说你你来 你不是为了安华来 你也不是为了明年来 是吧 那你为什么来 我是为马来西亚而来 为马来西亚而来 嗯 啊 这马来西亚不需要你啊 你来干嘛 去新加坡就好了 哈哈 哈哈 哈 马来西亚不需要你 你去去 啊 新加坡其实不适合我 啊 不适合你 啊 OK 啊 啊 我是广东人 我很注重 饮食 是的 新加坡没有这个饮食文 啊 我 我生活着很不开心 哈哈哈哈 就因为吃啦 对不对 因为吃 就这么什么 这样 这样 OK吗 这样 可以吧 可以 可以 很好 很好 好像是言论自由的 是 你怎么说的行 我 我是以为你比较喜欢吃什么 那些人嘛 啦 那个 那些布拉尼啦 什么 这这 啊 日本上是新加坡的那个鸡 那些 那些 弄食物的 你要跟那个配料 不适合 你是不喜欢新加坡的鸡 阿龙就喜欢 哈哈哈哈哈哈 阿龙也是不喜欢 因为他说 啊 这边的 他说新加坡的那些 嗯 长腿美女 太高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那些长腿美女 高过她 啊 是是是 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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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子 嗯 这样的 长腿美女 没有这样高 所以 他还 嗯 还看到她 刚才 一开始 我们这主持Will 他就问了 他说 呃 这个这个 这个大会 集会里面 有没有表演 有表演吗 呃 没有没有 都是领袭在讲话 刚刚不是有 不是有人现唱吗 基本上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 三大民族的一个 甚至 大演作 哦 啊 对对对 你觉得谁 在考验着这个 三大民族的那个 在大派洋底下的 那个耐力 跟那个 要改善的那个 毅力 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三个人 第一个倒下的 应该是你啊 站了最久的 第一 我说你们 啊 你 因为你比较白一点嘛 对不对 应该是先倒下的 那一个吧 哦 这 还好你没说 这个性别歧视了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性别歧视 这里面都是同性 大家没有性别歧视 啊 OK 你你觉得 你觉得 呃 这这场 这个集会 啊 呃 你 你 你之前 你之前 428 709有 有参与吗 有参与吗 在同会 你 你之前的 428 跟709 你有参与吗 428 428 那时候 我是去 这个柔佛州的 柔佛州的 OK 然后 鼓劲呢 我是最后四天 我有参与 哦 最后四天参与了 对 不是最后 400米吗 没有 我走了 我我我我 我算不错 走了20% 哈哈 也不错了 20% 相当不错了 我走了60公里 哈哈 哎 很不错了 真的真的 对不起这个国家 对 哈哈 起码有60公里 是你走的 如果 如果再加上 我从新加坡过来的话 就不止了 啊 对对对 说的 对 你水 水入空 你都试过了 哈 路上也走了 水里也游了 飞上也飞了 我还要 我还要过 过场景 啊 对对对 所以你 你今天在会场里面 你的感受是什么 感受是什么 对 不错还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 基本上可以看到 就是说 马来西亚的 马来人跟华人 基本上对这个国家 很有 电梯很有 很不满 对这属于真的很不满 嗯 嗯 嗯 当然基本上你 可以看到整个会场里面 马来人跟华人 大家坐在一起 交流是很少啊 基本上 其实没有交流 哦 没有交流 大家的心都是一样 就是要改变了 哦 就是心灵上的交流啦 不需要言语上的说啦 对对对对对 可是如果说 翻盘平时 就是说 讲到说 大家的那个融合书的话 基本上 从一个这样的大集会来看的话 你可以说好 你可以说不好啊 因为 真的是大家没有什么交流啦 哇 我看类似的大会 可以每五年来一次了 哈哈 这些机会 其实我时常主办 他可能 马来家的华人跟马来人的那个 融合会比较好啊 那那应该不会 因为烟通在这个交流 是不会达成的 我听不听 我说 我说烟通还在的话呢 这个交流是不会达成的 你等一下 你要听一下安华的那个演说吗 现在安华在演说 听得到 我们是听不到的 你放心 我们听不到 对对 你们你们你们听到很吵 对 继续说 OK 我就说 你刚才讲的 将来会达成一种交流 我是说 如果烟通还在的话呢 这个交流是永远达不成的 五年之后开会的时候 跟今天也会差不多 有这种事情 有这种事情很难说 因为在那个世界那个变化 那种全球化之后啊 那个竞争那种压力会 找对国家那个民生的经济问题啊 到时候大家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啊 面对同样一个问题 同样一个生活上的问题 大家 我相信大家还是会骑行站出来的啦 嗯 会骑行站出来 下次站出来的时候 不知道是倒谁呢 是倒明年还是倒谁呢 啊 那个是以后的事情啦 对 现在实际变化太快了 尤其是我相信马来西亚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嗯 然后治安啊那些 嗯 因为现在治安问题不只是华人的问题 已经变成一个全民的问题了 对对对 还有经济问题啦 还有收入这些啦 嗯 还有啊 很多啦 其实 嗯 所以所以 现在可以说是受苦的不只是华人 或者是搬离种旧啊 所以大家面对同样的问题 我相信大家呢 有同 可以不好意思的说一句就是有共同的敌人 大家的那个融合力会比较好 嗯 所以所以所以其实政治就是不断的要制造敌人了 没有敌人就政治就不就就要死了 呃可能你现在这种世界的这种自发展啊 我相信 嗯 嗯 这样说呢 有时候政治人可能已经那个政治领袖或政治的那个那个 口罚已经很难拔到就是以往过去十年或者二十年这种效果 嗯 就是你想分而自知这种应该是比较难 因为现在这个现在大家的得到资金的那个那个管道 已经很啊 已经很方便了 嗯 嗯 如果你想玩小拔地或什么话 还是有聪明人把它分析出来 然后放在网上 嗯 是是是 除非你是一个比比全世界都经营的人啊 嗯 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了 嗯 嗯 好的那你你你这次在这个在呃这个 这个会场里面哈 你觉得呃哪个领袖的这个魅力最强 当然是安华 安华最强 当然是安华 哦 所以呃咱们呃这个那个那个Guruniazit还没有出现呢 还没有讲话 呃还得忘了讲话了吗 那那个讲了那讲了还得忘了讲了 讲完了是吧 啊 OK 现在是 还是安华了 看着就还是安华 因为刚才安华进场的时候引起这个骚动 所以看着就 哦 对对对 嗯 可是也看到安华过去那15年的经过这种啊 嗯 博生的正式折磨 嗯 苍老了不少 苍老了不少 那个演说那个那个风质还是很香啊 嗯 嗯 嗯 那你你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大集会里面 红色黄色绿色 有一处是紫色的 你看到了吗 你我像是我我我我不知道啊 这是我个人的差异啦 那个紫色我是没有怎么知道啦 其他颜色主要还是黄色跟青色啦 而且以黄色战杂多数啊 我相信其他颜色可能是可能他们硬硬制的那个衣服不够快 还是来不及分发我不太清楚啦 这是五颜色啦 紫色你是看不到的 紫色是阿龙才能看到的 呵呵呵 哦 我我我是没有什么对的 就是一尾你忘记就是五颜六色啦 五颜六色 确实也是啦 确实 穿特定的衣服出来了 嗯 或者是穿那种家里普通衣服 啊 也对 嗯 好 你说紫色是很明显嘛 好像也不是 反正好像黄色青色跟红色比较明显 嗯 好 那么能不能让我们跟Timmy说一下 哈哈哈哈你等一下 好 喂你好 你好Timmy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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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场内的状况呃 呃有有有没有什么变化吗 现在 有有什么 场内的场内的状况有没有什么骚动 当安华开始讲话的时候 呃 骚动 就是说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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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的反应来看是对他的那个讲话是 呃 相当欢愉的 嗯 而且他讲的那个 那个话题呢 有讲到一些 呃 关于政治啊 嗯 经济啊 嗯 语言各方面的一些特质 啊 你能够给我们转述一点点的内容吗 呃 因为我没有完全听完他整个 讲的内容 嗯 想给你听我听到的那一部分 好的 他自己 就有讲到就是说呃 呃 国政政府的苦败呢 是人民不能够忍受 嗯 所以呢 一定要就是说 把他给拉下来 嗯 让明年去执政 来给明年一个机会 嗯 明年整机会做的会更好 然后他也有讲到那个 这个大势能的经济呢 嗯 讲到那个经济语言 也就是说在汉汉汝无语的那一块呢 嗯 他就讲到呃 呃 那个 中文呢 现在已经不是说 单单只是一个民族的语言 那现在已经成为 而是一个一个一个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主要的呃 呃 一个什么 平通的语言 所以中文也不能够以那种呃 呃 汉汝族群的语言 那些 要鼓励其他的族群也去呃 学习 去了解这个语言 嗯 嗯 然后他也呃 讲到一些呃 贪污腐败的 比如说呃 无大事业之类的 嗯 呃 就是说人民也不能够再忍受 呃 呃 国家政府呢 从人民的手上 呃 呃 抢够那个 那个什么 议员 嗯 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 如果我 没有完全听得 全听得清楚了 嗯 嗯 好 好的 呃 谢谢Timmy 谢谢阿龙 谢谢啊 易凤 好 好 我们呃 这个 一会儿如果还有时间 我们再去跟你们联系次线 好吗 呃 蔡酸他也在 你要和他谈一谈 哦 他又进来了 哈哈 好了 呃 蔡酸来 啊 好 谁走啊 嗯 喂 哎 蔡酸你酸出去又酸进来了 啊 啊 我就啊 因为人少可以走进来嘛 哈哈哈哈 就是说现在体育馆内的人潮 已经开始有减少的迹象了吗 还是场外的 有些人已经回家了 啊 已经走了 是 那 那么这个呃 你你刚才可能有听了一阵这个安华的这个发言 你对他的发言有什么有什么评论 他说 听到背后的说话了吧 他说姜瓦脚这样做节目所以每次都没有出席 哦 听一下 哦 是 哦 来了 嗯 嗯 莫德哥 对了 听到了 莫德哥 我们听见了 哦 是个很热闹的一个现象啊 对 还有还有还有一些其他的声音出来啊 对对对 哈喽 是 是赛山 嗯 对对对感受到了感受到现场的气氛了 就莫德哥我们在这里面也喊了好几回了 哈哈哈哈 是啊 而且 而且 那我想想问你 你刚才应该也听了安华说了一段话嘛 对不对 啊 对啊 我也听啊 啊 你你对安华的这个呃这个发言有有什么评论 这次的演讲啊 其实我 呃 我已经听了安华的讲座应该有三十次了 嗯 我觉得这一次也是 重复以前说的重复以前说的东西是吗 对对对 也是以前的 呃 比较民粹 也要比较针对啊 福利 比较针对 呃 所谓的糖果 也比较针对啊 人民最最面对的困境而已 嗯 其实也很深入 嗯 如果你有听过安华的演讲 其实 这几年的演讲的风格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嗯 内容也是差不多 嗯 啊 内容也是差不多 也是差不多 嗯 嗯 啊 那但是安华的这次的这个这个演讲仍然引起了这么大的这个呃回应反响啊 我觉得我觉得实际上这很多人走进来开会最重要的目的是呃大家 呃 呃其实 其实 其实呃 你也得看现在因为经济也不好 呃 治安也不好 嗯 其实这种很切身的问题其实真的影响着我 嗯 嗯 安华说的其实真正的就是最主要影响我们的影响我们的影响我们问题的客体嗯嗯 人家提出人家要包含我们的就是治安教育嗯 宣誓 所有的人都要举起右手握住拳头这样宣誓吗 所有人都站立 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念 然后我就拿着电话到处逛 就是这样子 这些宣誓的内容是什么 你听到了吗 听不清楚 因为我听你的 我要接你的 对没关系 也不想很清楚 那个宣誓的内容是什么 反正我也知道 他宣誓内容就是我们一定要走进步城 大概都猜到的了 对 对 三句不一的老本堂 至于澄清一下 至于义凤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我原谅他 对 当然 这次我其实还蛮感激他的 他放着他忙忙的工作 特别吵来 对 其实我还蛮蛮感激他的 对对对 是 对对对 非常非常好 他 他不不受这个 新加坡这个高高薪美女 这些诱惑 就回来 新加坡的美女都是马来西亚过去的 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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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好 这 这个大会呢 已经来到了一个 差不多到了 李生了 这一次的总体来讲呢 是非常和平的 但是我仍然还会跟你说一句的话 就是说 没到最后一分钟 我们仍然不能够说什么 对 完完全全的就和平了 突然这是在过二十分钟的时候 听到一声 蹦蹦 这曾经发生过 在这个安华 这个走 在这个什么 法庭 法庭那个宣判之 那一次 很多人也去到这个吉隆坡最高法院的时候 当时在外面呢 就两处地方的就发生了爆炸的事件 但是虽然不是很重型的炸弹 但是呢 也引起了这个一些骚乱 我们呢 也希望说 就是这个机会就好像 刚刚这样子一个扛奋 然后同时和平的那种气氛进行 因为毕竟呢 我们也不希望说 有任何的这个暴动或冲突 引起了这个伤 伤伤受伤的事件 是 也不想要 好 那我们又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回来 我们还继续的天马行空 我们就要等到这个大会的结束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直播才真正的结束 好 一会儿回来 好 起来吧 走出来吧 出席今天112人民崛起大集会的马来西亚人 你们不是为了安华 你们也不是为了明年 你们是为了马来西亚这片炙热的土地站住 你们不是在欢度中国的朋友同居 你们也不是去赴一场嘉年华会 你们正是为了预行一个马来西亚公民的责任而走客 我们的国家落到今天如此一步 没有什么好处的兴奋 马来西亚人要让民主回归这片马来西亚人要让民主回归这片马来西亚人 我们要让自由重新质论这片文明 我们要透明 要联解 要公平 要一个绿色安全的环境 走出来 你们都是好样子 上一代做不到的 做错的 就由我们再去做吧 我们去阻止 去解决 去承担 去改变 为了下一代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明天 一起朝前走 朝向尔德格尔体育场 前进 再前进 这里是马来西亚榴莲网的电视 榴莲NFM.com 我是加玛 榴莲是马来西亚果王之一 我是成阳枪 现在有个榴莲台 我不知道你们收听过没有 你快点开个台 收听个榴莲台 李登头 自由高照 我们回到电马星空节目的现场 今天我们一个下午的时间 我们都用来直击 112人民崛起大集会 刚才我们跟蔡酸 跟阿龙 跟义凤 还有跟迪米都连线了 这几位都是 榴莲台的DJ 榴莲台的这个Fans 那么他们都已经在这个现场 和所有的参与这个集会的人民一起 进行了这一次 今天下午的这场大集会的活动 而且他们当时是有听到了这个反对党的领袖 也是明年的这个国会领袖安华所发表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演讲 估计呢这个演讲之后呢将会是一个祈祷 祈祷之前的是宣誓 祈祷呢将会由这个丹州就是吉兰丹州的州部大臣 Gurouni Asis来引导大家一起来祈祷的 然后我们看看在这个Facebook上面呢就有很多的留言台的朋友呢 就把他们自己的这个在现场的一些照片呢都post上去了 这个美玲呢 也把她的照片post上去了 哇 这些照片拍的都非常的亮丽 也非常的帅 非常的美 那我们也看到一些照片是来自 一些主流媒体的 都显示呢 他们都拥有很高的这个拍摄手段呢 就拍了一个这个 什么这个 Mertica体育场的这个盛会的一个拳击 一个鸟看的这个照片 这些照片呢 说明整个会场呢 都是挤满了人的 也有一张照片呢 我们看到这个明年领袖安华和夫人 那个汪阿吉萨一起走入会场的这种情况 另外呢 在这个Facebook上 我们流年台的Facebook上面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的照片 我们的DJ田径呢 就和几位印度大雄一起拍的这个照片 非常非常的酷啊 而且呢 在这个照片上面 他还写着 他说 这一批的这个印度朋友呢 穿着换字的这个衣服 意味着要读杆 他们也知道这个中文字 写的是些什么东西啊 他们要表达的是 希望有一个新的政党来统治这个国家 他们要看到呢 所有的大学都充满着这个机制和各族的群众 大家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 这是刚才我们听到 就是阿龙他们讲 印语的是比较少 但是终于呢 我们也有这些印语的这些朋友啊 参与了这一场的大集会 那么这个 我们一直没有联络上这个建民 建民呢 我是收到了他的一个短信 虽然这个信号不好 他在短信里面呢 这么说 他说非常的非常的令人感动 马来西亚人民已经是冲破了恐惧 以不管事的这个心态 不分彼此勇敢的站出来了 的确就是很多这个公民呢 都懂得要怎么样去履行 做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的 那他自己本身呢 也采访了一位这个马来青年 他说为了八大诉求啊 所以来了 从吉兰丹而来 而且是啊 在住在朋友的家里面的 这就是这个建民给我发来的 这个短信 那我们再来注意一下啊 这个 112的这一场集会呢 就已经是快来到了这个尾声了 在这个 在四点半左右的时间吧 这个警察 金马警区的主任呢 在努定呢 他发布了一个自己最新得到的 这个人潮估计 他估计的是 人民崛起的大集会呢 大概有四万至五万 四万五千人出席 不过这个估计 这个数字呢 跟之前的估计数字呢 仿佛又有一些的不一样了 他说这场集会呢 至今都没有发生任何不幸的事件 整个集会的安全都在控制的范围里面 所以呢 这个警方呢 也完美的执行了任务 直到目前为止 警方都没有逮捕任何这个集会者 或者是香港的人士 OK 呃 在雷拉图网独立广场方向的路段呢 是呃 已经关闭了 到现在为止呢 还是关闭了 刚才这个阿龙提米还有一份菜酸 他们呃 在现场的时候呢 给我们传回来 就是说啊 安华呃这个正在呢 做一个演讲 他在这个演讲里面 就是提到了好几项的问题啊 那其中安华也谈到 他说我们希望在呃 现在呢 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好让人民的声音呢 能够成为国家治理的一个最崇高的声音 而且他说明年上台执政呢 绝对不会是窃取人民的金钱 并再次重申 将要这个废除高教贷款 降低这个汽油的价格 他也说人民呢 已经给予国阵许多的耐心 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人民促成改变的时刻了 但是警方今天呢 首开先例的呢 呃 就是参与这协调112的集会 这是这个国家即将带来转变的一个迹象 而且他也表明了 刚才提米也谈到这个大马的这个多元元教育的问题 他也举例说说 他说华文呢不再是华裔的语言 而且他说这个华文呢 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的重要的一个经济的语言 他无形中呢 在这里强调华语的地位呢 也是要让这个华裔的同胞呢 感受到一份来自于明年 来自于公正党的温暖 那安华在演讲的时候呢 也提到了最近国防部的一些土地的丑闻了 而且还有就是说这个雪州大臣卡利 也商量说绝对不会允许这片土地被盗取 用作这个私人的发展用途 随着呢 安华呢 最后也和其他的明年的领袖的一起高呼 说人民独立吗 这个Raya这样子的口号 之后呢 就由这个大家来宣示了 刚才我们的这个什么连线呢 就到差不多到这个地方 我们进一步的这个消息呢 目前还没有 好像目前网络呢 仍然是存在的一些些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从很多这个朋友的留言来看呢 这一次的大集会呢 的确呢 是非常的震撼的 有一些照片呢 甚至是反映的是在他们来的时候 来的这个路上 一个这个鸟看的这样子的这个照片 这些照片呢 都显示了这个人民的不从 从刚才我们最最初的时候 在十二点半的时候呢 看到呢 就是说有一些的这个呃 民众呢 是从各个不同的地点走出来的 对吧 走出来的这些这些这些民众呢 都感觉到了说呃 一路上呢 都得到了呃 其他的过路人的一些回应 而且有些人呢 就在车上呢 就鸣笛向他们表示这个啊 尊敬呃 我刚才也问到了这些朋友啊 为什么呃 这么长的时间吃了些什么东西啊 呃 有的说呃 就根本就不饿 也没感觉到这个呃 有饥饿的那种感觉 就是之前可能在苏丹街啊 什么地方啊 匆匆忙忙的吃了一些东西 呃 那个玉华呢 他又在他的Facebook上啊 贴了一个文 他说哦 又回家了 因为警方没有请大家喝水 也没有请大家这个吃蛋啊 这个吃蛋呢 是别有一个含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以往的时候呢 他们就呃 都吃了一个蛋啊 吃了一个什么蛋呢 吃了一个催泪蛋啊 这回是没吃催泪蛋 所以呢 大家是觉得呃 有点饿了啊 那还有一些朋友呢 都纷纷的就贴了一些文呃 呃 就表示对这一次的这个呃 大集会的支持 甚至呢 对这个大集会的这个呃 什么呃 也赞赏 觉得呃 人民终于有权利走进这个 这个梅德卡体育场了 人民终于有权利呢 来这个表达自己的这个和平 表达自己的这个呃 声音了 而且呢 这个警方呢 也就是呃 比较意外的就是和非常配合啊 这一次呃 大集会 当然我们在中间呢 经历了一个痛苦的两小时 为什么我们讲这痛苦的两小时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呃 在整个两小时里面呢 我们根本就没有线路跟这个呃 体育馆里面的人接触啊 就是打电话也打不进去 外里面的电话也打不出来呃 呃 当然了 有个别的情况呢 非常庆幸的是呃 留言台仍然能够接到一些相关的这个人士 特别是有几位朋友是拿着呃 非非一般的这个线路啊 他们就找到了就是和外面沟通的一个 这个办法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在呃 网络上面呃 传出来的另外的一些照片 从空中呢 可以朝这个摩德卡体育场的这个方向看去啊 整个摩德卡体育场呢 已经是呃 人潮非常的满 就完全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摩德卡体育场了 支持者呢 也整个的淹没在整个城市里面了 也就是说呃 除了整个摩德卡体育场里面是满的之外呢 他沿途外面的一些线呢 也是满的啊 所有很多的报章呢 就呃 这个贴出了他们自己的照片 我也看了这个东方日报的呃 志峰 也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啊 他呃 也贴了一张照片在他Facebook上面 就是由东方日报呃 拍摄的一个鸟汉的照片 就显示整个体育场呢 就全部都是满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朋友呢 这个安温呢 他也转载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显示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图画 就是说他他一一群的人呢 这是呃 一队人马非常长 大概看上去呃 大概有一公里那么长的路段吗 呃 横横排可能是走了 有二三十个人那么宽啊 呃 这个红色的衣服 绿色的衣服 黄色的衣服 都各各自这个相间 所以呢呃 形成一幅非常美丽的这个图画 呃 整个这个气氛呢 就非常的庄严 非常的隆重 而且呢色彩缤纷 这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 而这场的这个呃 大集会呢 的确呢 是啊非常呃 非常的盛大 啊 那个 我们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呃 这样盛大的集会呢 呃 在前面这个阶段呢 基本上呢 我们的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照片呢 都没有办法传上来 到现在为止呢 一些照片呢 就陆陆续续的就要出来了 我相信在接下来一段呃 一一两个小时里面呢 呃有将会有这个更多的照片呢 就会流出来的 那我们的这个呃 第一阶呢 目前呢 还是在那边执行任务的哈 那么呃 目前呢 可能呃通讯上面的仍然出现了另外的一部分的这个呃 状况啊 这些状况呢 使得我们就暂时还不能够跟更多的人联络 你看今天我们本来预计好了 我们已经跟呃好几位的外逼要联络 要要通信 结果呢 他们的这个电话呢 都不能够接通 呃 据我所了解呢 有些人的电话呢 是可能是特别呃 有点难度的 因为呃 要么呢 就是他们的电话呢 就是非常的繁忙 要么呢 就是他们的电话呢 受到了一些控制 呃 总而言之呢 我们要跟他们的连线呢 呃 都是联络不上的 当然之前我们也有个共识 就是说呃 那只能是说 看我们的运气了 到底我们的运气好不好 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 和大家连上线 和这个YB连上线 这个呃 果然的确这个成功率 不是那么太高的啊 好 那最近呢 这个发生这一连串的 这个呃 事情呢 使得这个呃 国阵政府呢 就感觉到了 就是呃 人民的这种呃 心愿 人民的这种呼声 呃 也是我们感觉到 就是国阵政府呢 跟这个呃 明年这方面的呃 相互之间的 这个呃 角力呢 是越来越白热化了啊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呃 呃 在国阵方面呢 首相呢 仍然期待这个华人票呢 有所的转变 因为这个第十三届的大选呢 已经是一步步的逼近了 呃 首相呢 呃 他所做些什么东西 他每天去什么地方 一举一动呢 都是受到了关注 那最近呢 他也在呃 拜三周三 下周三呢 准备是会见呃 华团 那么他将会见的这个华总和大马中商 呃 这个大马工商总会 来聆听这个华社的心声 说这个华总呢 是已经各自做好了 这个华总和这个总商会 各自做好了准备 将当面向这个首相反映 华社所关注的一些课题 包括这个华文教 以及最近的闹的这个 沸腾的最低薪金的这个 这个这个状况 呃 首相的政治秘书王乃志呢 也证实说首相呢 将跟两大华团的会面 他呃 他不承认这个会面 跟政治会有什么关系 啊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首相 呃 在这个时候跟这个什么 跟华团会面的呢 能够带出一些不一样的 这个讯息 那么最近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呃 我们这个呃 圣特呢 做了一个就是独立调查中心的 做了一个呃 调查 呃 在调查呢 就就反映了这个首相 在华裔社会的这个支持率呢 是有所下降 但是呃 看到在马来社会和印语社会的支持率呢 似乎呢 是有所的回升 那同样的这项调查呢 也在反映这个大马呃 人民目前在关注什么样子的课题 那么最呃 让大马人民关注的课题呢 看来是这个如何 政府能够如何改善家庭的经济和生活的素质 呃 如何能够取得更成功的这个人生 说明呃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面 就是说人们对这个犯罪的状况呢 这个呃 有所已经是开始的厌恶了 好 所以呢 这一系列的呃 这些调查呢 就反映出了的呃 人们目前对这个政府的这种关注的这个状况 那么呃 离离这个第十三届大选呢 已经是越来越靠近了 呃 最近呢 我也收到了一个消息 说是这个呃 三月二十九号 三十号呢 这一天呢 政府呢 对这个呃 公务员教师呢 发出了一项通知 呃 说是呃 据说呢 是那一天呢 可能要大家的准备好 呃 这个预好这个时间 呃 到时候呢 可能会要要 要停止所有其他的一些活动 是不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给出了一个信号 说呃 大选将要落在这个三月底 也就是三月二十九三十号 这样子位置 如果大选落在那个时候呢 也就是说一过了这个华人新年之后呢 呃 可能内阁就要宣布这个解散 解散内阁 然后在三月底才有可能进入啊 大选的状况 那么呃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呃 如果我们这样推算的话呢 就是最后的呃 时间呢 就是解散内阁时间 也不过是在四月份了 那么三月底跟四月份 只有一个月的差距 呃 我想呃 呃 不可能他要推回到 就是说我们完全没有惊喜的 这个状况 也就是说呃 最后一天自然解散国会的 这个状况 所以呢 就是呃 我相信呢 各方面呢 都已经是啊呃 打足十二分的这个精神 要来这个呃 准备好这一场的大选的 好 目前来讲呢 我们仍然是没有收到 这来自这个Facebook上面的一些的 最深最新的这个更动 也没有收到来自我们呃 的这个呃 在现场的第一阶呃 上面给我们的一些最呃 最新的一些跟进 不如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呃 一会儿回来 我们继续向大家报告 呃 这个这个盛会 一二盛会所呃 发生的一些呃 进展 就可以了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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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展